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从业三十年 所创作演唱的歌曲 亦是被称为永恒的经典 他就是 郭峰 好久不见面 曾经路边的小卖店 曾经牵手的小伙伴 好久不见面 难忘记忆中在浮现 我的好朋友 是否在他乡黯然无恙 好久不见面 人生短暂 匆匆俱伤 好久不见面 相思万里 隔世不断 卖场心结 好久不见面 曾经离别的火车站 曾经分斗的好 伯伯伯 好久不见面 难忘记忆中在眼前 我的好朋友 是否在他乡黯然无恙 是否在他乡黯只熬笑 好久不见面 好久不见面 相约明天 天涯海角 真心留在 终会改变 谢谢 谢谢郭峰 谢谢 今天郭峰带着好久不见面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也特别的有感触 因为我跟郭峰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我跟郭峰也是 除了在台里录节目 平常也都是很少见面 所以那天我记得 这首歌第一次 跟大家见面的 就是好久不见面 这首歌是在2016年的 新年的跨年晚会上 记得吗 对 当时现场的每一个观众朋友 听了都非常有感触 这首歌曲好像应该是 写给朋友之间 大家 写给朋友之间的 现在工作都特别忙 而且是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几年都不见面 其实人生短暂 来去匆匆 对 其实是相聚 并不是很奢侈的事情 只要我们大家 稍微有这样的心情 也许有一天 我们有更多的见面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 这个有空的时候 多和朋友去相聚 去珍惜我们身边的 每一份情感和珍惜 说的太好了 其实我相信今天 郭峰来到我们的音乐人生的舞台上 你看他依然的这么有劲 我几十年前认识你就这么有劲 我们的演唱会 献给世界和平年 1986年5月里的一天 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 被一盘盘鲜花围绕 有一幅幅水粉画 印颤的舞台 构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演出现场 在这种氛围中 百余名歌星共同唱响了 《让世界充满爱》 他们的这一举动 打破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寂静 开创了群星合唱的先河 《让世界充满爱》 也成为无数听众心目中的经典 这些都是你的创意吗 包括请一百位歌星一起来唱 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当时主要是 我当时在东方歌舞团 所以这件事 创作是我自己发起的 但是最后的完成 还是要感谢已经去世的王坤老师 王坤老师 因为当时王坤老师 是东方歌舞团的团长 他对流行音乐的这个支持 和这个扶持 这个是一直都是属于 我觉得在中国应该说是 没有人像他这样的热爱 在那个时代热爱流行音乐 支持流行音乐 所以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 在那里面 轻轻地碰着你一遍 轻轻地碰着你一遍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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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不在无当 天灵属于你写的 天灵属于你一遍 在那里面属于你一遍 当时还没有公益这两个字 大家完全是属于自发 就觉得很有意义 让世界充满爱这么大一个主题 唱得大家热血飞腾 对 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流行歌手在一起 当时我记得当时是不允许三个流行歌手同台 但是喜欢的人很多 所以那一天有这么多的一百位歌手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感动 很多人都流泪 觉得终于有一天我们能够来证明流行音乐 它的魅力和它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的的确确是 给我们的这一代的 不仅是我 还有我们身边的很多 还有曾经受过这首歌曲影响的这一代人 给予他们的一种精神 给予他们的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体会 让世界充满爱 不仅在流行音乐的历史上 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 它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公益歌曲的先河 而郭峰从此在公益这条路上 一走就是三十年 1999年 为迎接澳门回归 组织群星演唱原创歌曲《怀抱》 2000年 创作深奥歌曲《实现梦想》 2001年 为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创作主题歌《We are France》 2015年被国家禁读办首语 禁读大使称号 并创作禁读歌曲《生命》等等 在很多大型的公益活动中 都可以看到郭峰的身影 那我也是在所有的这么多年 一直参加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大型活动的这个主题歌的创作 也比如说环境保护年的时候 还有保护动物的时候 也保护非典 亚运会 奥运会 东运会 完了以后 还有我们的大运会 包括这些等等等等 我觉得一直到最近的就是冬运会 是那个冬奥会 包括香港回归 澳闻回归 所有的重大的事件的时候 那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创作的作品 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些活动当中 也担任很重要的角色 也希望能够说 去年也 去年还有一首比较大的 就是为禁毒所创作的一首叫《生命》 也是集中了一百位歌手 所以我是比较 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对社会 都有一份责任 我们需要用我们 仅有的我们的力量 让音乐来连接更多人的心情 来连接更多人的力量 能够来扩散和传播 这样的心中的一种大爱 我觉得社会需要这样的大爱 不要让生命再挥舞伤配 不要让生命再失去遗憾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 把生命再失去遗憾 把生命的天空照亮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落 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把生命再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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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风暴雨依旧 有梦在 奇迹会出现 1962年 郭峰出生在成都一个音乐史家 父亲是著名的军旅作曲家 郭柯惠 郭峰出生的那一年 他的父亲创作出了 毛主席派人来 这一家与户晓的作品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 郭峰三岁就开始学习钢琴 而且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 13岁考入艺术学校钢琴系 14岁便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曲《月光》 18岁毕业刘晓人教 而且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 最年轻的会员 然而为了追求心中的音乐理想 1983年 郭峰放弃了平稳的教学生活 独自一人从成都来到北京 开始了艰苦的北平生活 一开始来到北京也算是无名小卒了 这个是当时很苦 那个时候没吃 没住 主要是住的地方 很困难 所以那个时候就 很长一段时间 我是去到天津 在天津的电视台有个录音棚 我在那个地方就是给他们打杂活 就是每天给他们弹弹弹钢琴 给他们边边曲 换取什么呢 就是也不给钱 换取就是可以住在录音棚 就是白天就工作 晚上没有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破开眼打开 你就可以在那休息 所以差不多过了有八九个月的这样的生活 就是很苦 就是能够有一碗 有一顿饭吃完了以后 有一个地方住 稍微稳定一下 其实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 其实所有的从外地来的 如果家不在北京 在过去的前几年 我相信都是非常非常艰苦 非常艰辛的 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 没错 没错 一直到后来成名了 你觉得包括你写的这些成名 让你成名的这些作品 改变了你的生活 那么究竟是 改变了你生活当中的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的是一种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自信 你会再往前走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 更是需要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 让世界中门爱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 给我的一份自信 一份可以往下走 可以认真的去做 这件事业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那个很关键 很关键 谢谢 谢谢郭峰 说得真是太好了 你刚才说 希望大家在听到你作品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这份爱 感受到这份快乐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想听你的歌曲 我想这三十年来 郭峰写的作品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我们就把郭峰的作品 来一个圈烧好吗 我的心永远 永远属于你 我不能 不能没有你 我的心永远 永远属于你 我的爱你在哪里 当我在看你的夜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 让我再看你的夜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和你相依为你永远想睡 为你走走目目复一顺 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 无论走遍千山喝万水 和你白头偕老永远想睡 为你甘心伤愿不一生 风风雨一天陷去梦春 陪你走过一层又一层 后悔 有你 有你 有我 这世间不会 再有痛苦 有你的爱 和我一起同在 明天的未来 属于你我 明天的未来 明天的未来 属于你我 出了对音乐的热爱 郭峰从小就喜欢画画 再加上受到专业学习绘画的哥哥的影响 郭峰一直对绘画保持着热情和追求 早在八十年代 郭峰游学日本期间 他就创作过大量的美术作品 2011年 敢为人心的郭峰 又做出了一些让人们不可思议的事情 10月21日 以郭峰色块为主题的跨界艺术展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 展览展出了郭峰以色块为创作技法的个人油画作品 艺术展最特别的是 郭峰为展出的每一幅油画作品 都创作了专属的钢琴音乐 让观众在欣赏油画的同时 也可以倾听郭峰在每一幅作品中 心灵的勇动和呼唤 一直想创造一个概念 就是能听的话能看的音乐 其实音乐是可以看的 画也是可以听的 因为画我们一直觉得 一直认为画它是一个固体的音乐 其实音乐是个流动的画面 其实这两个音画音画 其实是它有很深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想到真的很多很多的画面 在看画的时候 也许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会出现在我们的 旋律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是我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那个展览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把每一幅画 我都给它弹上钢琴 弹上这幅画的专属的音乐 所以在展览的时候 大家会听我的这个画 有一个播放器 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播放器 大家会听到我的音乐 看到我的画 所以是一个立体的 又是一个听觉的享受 又是一个视觉的享受 所以那个时候做出来 第一个这样的 叫能听的话 关于陶瓷 近几年 我们支撑的制作工艺 虽然它们心态一致 但色彩各不相同 均有郭峰独立完成 而且每一匹马 都以颂词的词牌名命名 将古老与现代 艺术与生活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我一直就是非常非常喜欢陶瓷 因为我觉得陶瓷很神奇 从一个泥变成瓷 经过高温 它从一个完全的没有形态的 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普通的 这样的一个土地 变成了一个艺术品 我觉得这个本身对我来说 就非常大的诱惑 非常大的这种魅力 为什么会是马呢 因为我觉得马 第一个它很通人性 第二个马 在中国有中国的马文化 在西方也有西方的马文化 其实是只有马 是中西方 都是认可的一个 非常和人类捷径的 最捷径的一种动物 而且也是最欣赏的 在艺术品当中 最欣赏的动物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 所以 就想到要做这么一个马 那当时就是 也是一个异想天开 做这个马呢 也是 所有的陶瓷 陶瓷马 我们所看到的唐山彩 这些过去的这些马 它下面 都有一个底板 是不是 都有个支撑 因为经过的 一千三百度的烧制以后 它都会从 你一变成磁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 收缩 收缩 所以过去的 所有的陶瓷马 都为了找那个平衡 都会有那个底板 那我这个陶瓷马 最特别的 就是把那个底板给去掉了 完了以后 烧出来以后 这四个脚 是可以平行的 放在桌面上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 那我 也是根据一个 过去有个 朗世宁有一个百郡图 当时是一百个马的造型 那我呢 是创作了一个 一百个陶瓷 其实在他们身上面 有不同的图案 设计了一百种图案 我叫新百郡图 刚才我们看了 郭峰有这么多的才华 除了音乐之外 还能够在绘画领域 在这个陶瓷领域 有这么宽的这个拓展 我觉得可能很多你的歌迷 就会担心了 说这个郭峰 会不会从此就在歌坛上消失啊 没有 其实是 刚才我也说过 其实是 艺术是相通的 音乐是我的主体 所有的感觉 其他的感觉 也是来源于我的音乐 我相信在音乐当中 我更能够把握 那我也希望能够 我的音乐的感觉 去带动我 其他的艺术 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那就让他 有一些 让大家能够去回味 让大家能够去觉得 这件事情 他做的时候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希望是给大家一种 另外的一种 新的一种 这个算是一种 新的感觉吧 那么在接下来 在音乐创作 属于你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领域当中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 详细的计划吗 嗯 现在目前 今年会 会 第一个会 会出版我的 新的专辑 我想 另外一个计划 我相信 大家会更 更直接一些 那我将会在 每两个月 我会 每两个月 推出来一首歌曲 每两个月 推出来一首歌曲 每两个月 对 我想的话 今年一年 十二个月 至少是六首歌曲 我相信大家 会不断的 听到我的 新歌 那么就是 想问问郭峰 在你的整个 音乐的道路上 的成长的道路上 你就没有过沮丧吗 你就没有过觉得 哎呦 这个事儿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有吗 肯定有 其实大家所看到的 只是我们风光的一面 其实 其实是痛苦的一面 就是大家 也不好意思说 第二个呢 我觉得也没有值得说 因为大家要看你的 就是好的方面 在前段时间 一首新的MV 那我很希望 我能够自己去 完成这首歌曲 那我每天 我会跑到那边去 跟摄影师一样的 你要去 不管是 高低 就是 所有的你事情 跟那个正常的 一样的 你要去做 所以我是想 这个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觉得 一个好的东西 你一定要付出 你的获得好的部分 就要有付出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付出 你是无法去表现 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相信大家所看到 越辉煌的 越有成就的人 他的付出一定是 比我们常人要付出的 是多很多很多倍 所以 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痛苦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这种 失败的 这个 挫败感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想你的未来 其实人活在社会 到底什么是意义 其实人活在社会 活在人间的最大的意义 就是有希望 如果你有希望 你就会每天会 朝着那个希望 不断地去努力 你就会过得很充实 所有的挫败感 所有的失败感 那个又算什么呢 今天我觉得 郭峰在这里 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告诉我们 不要惧怕困难 不要害怕沮丧 我们只要认定了 心中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就会有 不断向上努力的 这样的一股能量 我们坚持到底 就一定会胜利 在这里也把最美好的祝福 送给郭峰 我们也希望郭峰 能够不断地带给我们大家 更多的惊喜 更多好听的歌曲 谢谢 千万不要浪费了你的才华 我们也希望 祝福郭峰 能够梦想成真 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再给我们大伙唱首 你的新歌吧 对 新歌吧 唱哪首歌呢 就是好听的歌 幸福的歌 叫最新的 一首专门为婚礼 所创作的一首歌曲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年》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年》 从此我要给你幸福片封 从此我要给你幸福片长 不管你幸福片封 不管你的老天荒 有多少 和你走进爱的天堂 我是你快乐的天堂 我是你快乐的天堂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娘 和你打开甜蜜的门窗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娘 和你走进爱的天堂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娘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娘 从此我要为你照亮前方 不管山高路远有多长 我是你一生的阳光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娘》 从此我要给你幸福片长 我真的要做我? 你的老人家 你现在我会和我 你没事吧